为了台湾的下一代 今天台湾北中南串联 万人走上街头 共同为守护家园发出废核心声 其实台湾的反核运动 已经走过了30个年头 从1980年代开始 就有一群教授学生 以及核电厂当地的居民 陆续投入反核运动的行列 不过当时的反核 却被贴上政治意识形态的标签 和现在几乎是各界 都有反核声浪的形式 完全无法相比 接下来我们的新闻专题 要带您走过30年 看见台湾民众 面对核能发电的心理板块转移 也看见因为反核 台湾的民间力量再次清楚呈现 高举反核旗帜上街游行 与核四为零的共辽乡居民 30几年来重复着同样的噩梦 拖入反核运动30年的台大施信明教授 站在立法院前 遥想当年 旧的这个铁门曾经被我们把它拆掉 那我们在这边曾经睡过很多次 很多老师们都有这样的在这边夜宿的经验 1980年政府宣布核四场定制共辽 80年代台湾环保意识抬头 环保运动风起云用 反核是当时历史最久 声势浩大的社会运动 1987年一群教授们自远下乡 告诉核电厂附近的居民们 核电有多危险 当然在早期在做这些宣扬的过程里面 也会受到这个群治人员的监控 所以这个因为比较早期 还是在戒严那个时候 即便政治意识形态压顶 解严后教授们组成环境保护联盟 共辽当地居民也成立自救会 号召万人街头游行 1991年10月的环平抗争 却爆发近名冲突 一名保警意外死亡 多名反核干部被行政当局判刑入狱 反核运动遭到挫败 1991年的时候 还是没有办法阻止这个 核四的这个 这个环境影响评估的通过 所以1992之后 这个行政委员就核定了核四计划 核四预算开始被审议之后 反核声浪就开始高涨 反核声浪还是越挫越勇 抗争一波接着一波 游行 地方自办公投 大名立委等行动仍旧抵挡不了 1999年 核四正式动工 2000年第一次政党轮替 燃起反核民众希望 但民进党核四停工的承诺 只维持了三个多月 在朝野清嘎下不敌各方压力 百日后宣布复工 反核运动深受打击 2005年拍摄六年的 共聊你好吗纪录片问世 绿色公民行动联盟开始以放映影片 音乐会等软性诉求 凝聚新世代反核声浪 第一米的士气是一直延续到 福岛核灾之后 大家才体会到说 原来这些反核团体以前所讲的 都是没有错啊 真的核灾就发生在我们隔壁的国家了 两年前福岛核灾的画面深深冲击台湾人民的心 台湾人开始认真思考 小小的美丽福尔摩沙之岛为何就要新建四座核能发电厂 开始思考台湾的能源结构甚至产业生态 为什么需要那么多电 台湾民间社会第一次没有了政治立场对垒 不问蓝绿 从一文界到娱乐圈 各路英雄好汉 纷纷现身反核 虽然这不过就是三十年前早就提出来的反省命题 但起码通过三十年 我们看见了台湾的民间社会 扎扎实实地苏醒了 比方诺 发展高达兼的 看上去市场沙发展高达兼的 科学院训言 多数年